那么我们也知道感冒其实像有些人他是在着凉迷雨之后发生了感冒 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我在夏天莫名其妙的也感冒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就是这个感冒的话呢 粗略的分一下类的方式 中医的说法来分的话呢 一般这个感冒分为两大类 一种是分寒性的感冒 一种是属实性的感冒 对它这个截然不同的两种级别 两种类型的级别 然后你如果要用的不对的话就反而起副作用 什么叫风寒感冒跟属肢感冒它有什么缺别呢 那么风寒感冒如果从季节上来分的话呢 那么像现在这个季节冬天或者春天的季节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这种叫风寒性的感冒 因为天气很冷 然后那个然后寒气内寝嘛 就是寒风吹到体内去了 然后会造成了体内的一个寒气的一个蓄积 这样的话就感冒成是比较风寒的感冒 那么如果夏天的话呢 因为是天气特别热 那么我们老百姓叫热伤风嘛 这样的话就属于舒适感冒